癌症基金會強調的 蘇果五七九是彩虹原則 事實上各種顏色 各有優跟缺點 不過我複合一下劉醫師的 只有一部分 就是要細腳蔓延 我們東西在我們桌上很重要 我還是強調細腳蔓延 細腳蔓延我們身體才會飽足感 至於什麼顏色什麼水果不能吃 老實講 我們癌症基金會 或我想營養學家 一定做過很多的統計 沒有太多的限制 應該是當時當令 當時季節 新鮮 才是最重要 我想請問比方說吃晚飯 不要說人家說 中午吃可以吃 晚上是不是完全不可以碰飯類的 對 其實這個迷思 我要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說 因為不能吃澱粉這件事情 是用在 比如說你在這一兩個禮拜內 你可能有一些 比如說零食有一些秀要走 有些戲要拍 或是有廣告要拍 你可能需要 在這個兩個禮拜內 你必須要減 可能比如說三公斤到五公斤 那我們晚上的澱粉 可以移到中午的部分 可是這個如果說你兩個禮拜後 你還是維持晚上 不吃澱粉這件事的話 可能在負胖率的部分會上來 所以其實 我們劉醫師跟林醫師 其實有講的都是對的 只是說看你應用的那個地方 在哪邊 那之後如果你要維持住 你的一個不要讓它負胖的話 其實晚上最好要有半碗的澱粉 那半碗的澱粉你的量要 就是說你的量半碗之外 你可能可以選一些比較粗食的 比如說像地瓜 燕麥 或是配米或是女生愛吃的那種 紫米粥這種都可以 就是半碗這樣子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在營養諮詢的人 他會就是當下諮詢的時候 他會記得 可是回去他都忘光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說其實 你反而把你的盤子 你的盤子的那個大小 把它改成小一點的盤子 那你自己煮的每一道菜 其實你都可以夾 就符合我剛剛講的定時定量 如果下次你先生問你說 你這個你還要吃嗎 你跟他說要 我要吃 因為這是我煮的 我跟你們一起 就是大家都一家人 為什麼我不能吃 就算我要減肥 我每個東西都可以吃 只是你的量 比如說你今天拿一個小盤子 你這邊就夾一點 夾一點 肉夾一點 飯夾一點 菜夾一點 這是一個比較好實施的 減肥的觀念 而且你會口欲之負 你會滿足 所以你這個事情 會維持得比較久 我建議你就是說 可能第一個禮拜 你可以是可以 遵守留醫師的方式 可能澱粉的部分可以少掉 可是到第二個禮拜開始 我建議還是要加半碗的澱粉進去 其實我覺得我發胖的原因 我自己很納悶 我平常真的是生活作息 沒有吃很多 對 沒有吃很多 可是因為我有假裝先低下 所以我新陳代謝非常慢 在年輕的時候 我比現在吃得多多了 可是我不會胖 那我平常就是 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吃得很定時 但是可能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有時候會去打高好富球 有時候會去餐廳去吃飯 那吃飯的時候 你也知道吃套餐來 他來你一定是把它海鮮湯 泰式海鮮湯什麼都吃完 那吃完以後 下午又去爬山 晚上又肚子很餓 去烤BBQ什麼什麼 你又在家吃吃吃 可能就是禮拜一 禮拜六禮拜天這兩天 我就可以胖個一公斤 那我可能是用禮拜一 又恢復正常 對 我可能就是一直這樣 能夠Hold在這邊 我就已經是很辛苦了 我不曉得為什麼 好 所以這樣聽起來 問題出在哪裡 假日餐 假日餐 對 它是一到禮拜五 其實都是控制得很好 所以假日是破功 all you can eat的不要去 all you can eat 你越來越吃越脫 吃到飽了就不要去 這個我的建議 然後再來 我還是認為少應酬 因為應酬 你到了一定是 一定是你比較不好控制的 主人叫來了 你沒吃也不行 可以喝酒嗎 對 我不會喝酒也不抽菸 但是我們家常常會吃披薩 披薩 披薩 一到五也吃披薩嗎 沒有 只有禮拜六 禮拜天 好 因為佩儀姐 她在飲食習慣方面 她喜歡重口味的 對 然後特別喜歡吃海鮮 是不是 不是 我以前是都OK 就是去年的時候 突然有一次 吃那個大雜蟹 然後吃完以後 全身就起那塊狀的 然後我就不曉得 後來就變成整身 只有手 脖子 露到太陽的地方 後來就沒多久 沿著長 長了半年 全身就是像肺子這樣子 而且會癢 我找了片 台北最有名的醫院 還有自肺什麼都去 然後她都是跟我說是 叫我不要碰 有殼的海鮮 暫時不要碰 一碰就會 這個有可能會是 跟年期有關係嗎 這個有可能 就是體內荷爾蒙的變化 但是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可能跟西醫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治療 像類似佩儀講這種皮膚 皮膚過敏 或者是一些痘瘡之類的 其實我們會先從她的體質 來做調理 通常我們看她 會有這些皮膚過敏 或者說這些敏感的 這種症狀出來的冰革 我們會覺得她是比較 一個濕熱的體質 不然就是像 配一這樣子比較胖胖的 然後她屬於這種 彈濕的體質 她的脈像 拔起來應該是比較 或者是 這種東西屬於比較 彈濕 濕必夾熱 到最後它會比較容易 引起過敏 過敏在換句話下來 就是比較 就屬於接近慢性發炎 就很容易就引起發炎 很容易就引起發炎 這種現象 通常我們會先把它 體質調理 我也跟很多我們皮膚科的 同學醫師來討論 他說有很多 她皮膚科來打針 打一下好了 車要好了 沒多久就起來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 從根本來做一個體質的改善 像他說是 醫生有說是免疫系統出問題 是不是胖的人 比較容易免疫系統出問題 就像照太陽 或者說我們有時候 穿的衣服太緊了 勒著 它會起一條一條有沒有 這也是一種過敏 也是一種 表現出蕁麻疹的樣子 是 就是它那個肥胖細胞 它釋出了那種 竹子胺 造成了一個紅 熱氧 腫瘤現象 剛剛劉醫師講的這叫 接觸性的過敏 接觸性的蕁麻疹 或接觸性的皮膚炎 西醫也是經過幾百年的 科學的一個統計 知道說這些抗竹子胺 這些所謂的附生腺素 我們在即興起 如果你像你所講的 起了疹子 我想就是美國鮮丹最好用 這個大家全世界同意 我想中葉同意 對 但是那即興起的使用 就是抗炎藥 抗炎藥使用可能 兩天 三天 五天 改善了以後 像我的診所 還是一樣要 給它所謂的調理 調理 我們也講調理 我們現在用的藥 已經不會讓你白天想睡覺了 這個抗竹子胺 讓你的症狀改善 睡前我們可以用 可能傳統的抗竹子胺 傳統抗竹子胺 可以讓你覺得很容易 還有可以睡得很好 然後可能一個療程 六到八週 你大部分的改善就好了 其實在臨床上 我們看到很多就是 你吃過多的油炸 再加上冰涼的東西 你會造成整個免疫低下 會引起過敏體質 像譬如過敏性鼻炎 或者說整個過敏性的皮膚炎 異味性皮膚炎 都會引起這些 所以冰冷的跟油炸 我們最好是建議不要掃空 不要長吃 好 所以過去病食裡頭 就是有個異味性皮膚炎嗎 就是那個 就是剛剛你講的 那個過敏的部分 就是那個 其實還有一個沒有寫上去 是膽固醇的問題嗎 膽固醇我是203 你算正常 那妳是高密度膽固醇怎麼樣 就不知道了 OK 好 說到這裡 30年前 大家知道膽固醇的時候就很害怕 都是用總膽固醇來看 總膽固醇多不好 多不好 後來這10年來 包括台灣是全世界現在最先進的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把它分開來了 是高密度膽固醇 是好的膽固醇 才是我們認為 我們說我們心臟血管有五個風險 叫新陳代謝症 腰圍 你超過了 對 女生要80公分超過了 你的高密度膽固醇 如果低於50 女性男性低於40 又一個風險 你的三酸甘油脂 我們不講膽固醇的總膽固醇 反而講的是三酸甘油脂 如果高於150就不好 再來第四個 第五個 三個以上 就叫新陳代謝症候群 所以下次要了解 你的高密度膽固醇的高還是低 我只有那個什麼 血壓是這幾 去年開始量子有要到 有時候會135 對 低壓多少 但是我通常是走路以後 就去量的 低壓多少 低壓多少 低... 就舒張壓 89吧 OK 這也是新觀念 以前我們對高血壓的控制 很多人都誤會以為是高密 高的才是高 不 現在最主要的診斷 我想劉醫師一直點頭 就是舒張壓 才是我們真正的判斷 所以下次自己在量血壓的時候 當然是要休息的狀況下 五分鐘你坐下來 它會教你你的血壓賣拜 跟你的心臟要同高 所以你要稍微墊高一點點 然後量 心情放鬆一下 舒張壓的紀錄 是…如果說我們假設是 你的壞的膽固醇比較高 超過標準的話 那就確實跟飲食很有關係 因為好的膽固醇要增加 是跟運動它的基因表現 壞的話跟飲食 其實有三個點你可以注意 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膽固醇高的話 盡量不要吃包起來的東西 包子嗎 包起來 對 就像包子 湯 餃子 燒賣 為什麼 或是混合在一起的東西 比如說像炒飯 炒麵 炒麵粉 對 它的油脂的比例 都會比你原來的建議量 還要高很多 可是你吃這一餐 你可能吃正常的 比如說你可能吃正常的飯 吃菜 吃肉 吃魚 跟你吃一個包子來講 那個油脂是雙倍的量 所以可能油脂的部分要控制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話 盡量有些動物性的皮 都還是要把它剝掉 我超愛吃雞皮 到那個膽固醇熱量有多高 我真的很好吃 也配以為我也喜歡吃 我會吃一下 就像白斬雞上面那個 Q軟Q軟的雞皮 那叫你老公幫你吃 吃一點點可以 我們那天有做的 舉凡是跟皮有關的 或是你喜歡吃雞屁股嗎 這種 偶爾 雞屁股什麼的 像其他那個膽固醇都還算高 然後熱量也不低對不對 對 而且盡量比如說 像是海鮮裡面 可能要避開一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什麼蝦子那些軟的東西 可是那個白色的那個 章魚 它其實是膽固醇非常高的食材 它會騙人耶 可是我還是要提一下 所謂膽固醇高 但是它吸收到我們身體來 不見得是不好的 有可能是高密度膽固醇 對 所以這個中間還是要去分辨 對 是怎樣的膽固醇 還有經過我們身體的轉換 到底是對我們好還是不好 所以聽到這裡 佩儀姐有點不沙沙了嗎 好難 她不知道接下來這一餐 要吃什麼呢 對 包子不能吃 水餃不能吃 山東人什麼都不能吃 包起來的水果倒是可以吃了 有皮的水果還是很好的 好 所以像佩儀姐 她有一點點高血壓 然後膽固醇也是有一點點過高 但是還不算嚴重 那妳知道妳膽固醇稍微高一點 妳自己在飲食方面有稍微做一點調整嗎 我只知道不要吃內臟 內臟 對 以前會喜歡吃雞腥什麼的 然後其他都不知道 其他就沒有管什麼 只要不能吃內臟而已 就是剛剛她說的那些是不是 那會擔心說 因為家族病死的部分 就是家族有心臟病高血壓 還有肺部的問題 我爸爸是 我那個時候去高雄看他 然後他太高興了 然後那一天坐也不是在也不是 後來吃晚飯的時候 他走到廚房的時候就跟我說 這裡不對了 倒下去就馬上就死在我面前